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藍絲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某 在上個月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 有計劃率領港大深圳醫院的醫療人員 北上來支援 但由於當時湖北已經封閃 而且在安排上又有不同因素需要考慮和解決 會在確實行程以後向市民公布 但至今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連湖北省都已經宣布解封 到底盧寵某醫生何時才會成行呢? 這個問題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而其中一個就是鄭忠基 他昨天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筆點名地向盧寵某醫生追訴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插水名醫你行得了沒有? 可以去願望成真沒有? 來往湖北的班次在四月就復航了 是不是要馬上出發? 還是真的等到零感染才去? 插水也不夠還要潛水 還不走?等什麼? 插水名醫當然就是你這個盧寵某醫生的花名 因為當年在港大校委會事件當中 你就被人質疑 到底真的被人推跌? 還是你自己插水呢? 實情你盧寵某醫生大人大者 都很應該知道要知行合一和言出必行這個道理 說了出口的話 就一定要去付諸實行 實行不了的話 你就別說過頭 不要吹大了 你還說要北上支援 你就預料被人追訴 你根本上實踐不了的事 說來有什麼? 除了貪一時口爽以外 身為堂堂的港大深圳醫院院長 不是樓下足像棋的阿伯 你是公眾人物 你的言行舉止 是要受到公眾的監察 要向公眾交代 所以我勸他以後說任何說話之前 都一定要三思才好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事 昨天有兩班專機從湖北接載香港人回來 這兩班專機抵抗後 記者一湧而上 問問當地香港人有什麼感受 你現在下機了 其中一名搭客叫陳小姐 他自稱在年28年時回到武漢探親 之後留在湖北超過兩個月 他期間都不能外出 超市街市暫停運了 購買物資相當不方便 但是後來都慢慢習慣了 今天終於回到香港 見到個案數字不斷飆升令人擔憂 但都慶幸自己終於回到家了 他還說了什麼的風涼說話呢 這位陳小姐 他就說 其實我在湖北已經運了自己在家 兩個幾月了 我覺得這一派人才是最安全的 大家都很配合國家的安排 全部都留在家裡 不敢外出 所以湖北省我覺得是最安全的城市 那麻煩你回去湖北吧 走下來香港替死嗎 香港這麼危險 這些人根本就是口裡說不 身體很誠實 對不對 你自己又說到香港 情況這麼嚴重 又說你在湖北最安全 那你還回來幹什麼 不要來 不要搭專機 一輩子在湖北就最安全 怎會說出這些說話呢 而且你特區政府的措施 就朝令夕改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頭幾班專機回來香港以後 那些乘客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由旅遊大巴送往中心 睡14天才返回社區 但是現在這一班旅客 就採取了三筆措施 第一 就是不送往中心 直接就叫他回家 第二 就是不進行檢測 第三 就是不系上那條電子手帶 電子手帶那裡才好笑 有記者就問到 這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 為什麼這一班專機的旅客 是不用綁電子手帶的呢 他就這樣回答 由於在大陸回香港的旅客當中 部分人的手機是Android系統 而他們的系統 本身就沒有Google Play這個App Store 所以就裝不了監控的Apps 因為大陸的Android系統 就跟香港那套不同 他們就上不了Google 所以就沒有App Store 就下載不了監控Apps 你這樣回答都可以嗎 有沒有其他監控的方法 不要只用手機行不行 或者你派一部便宜的手機行不行 一千多元很便宜 就算你派一萬部也是一千萬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你最重要是做到監控的功能 就不是說這些 裝不了監控Apps 然後就索性不裝 電子手帶也不派 這些都是原因來的嗎 如果是這樣 在你構思電子手帶系統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知道有這個障礙了 那你有沒有想到另一套應變辦法 對於這些用家來說 用iPhone的就裝了Apps 用香港的Android系統就裝了Apps 但是用大陸的手機就裝不了 你這些不是一早知道的嗎 你作為政府的資訊科技總監 出這麼多糧一個月 你不知道嗎 一離開大譜 這樣都可以回答 因為他的手機裝不了 所有來自大陸的女客都不用綁手帶了 這些是藉口 然後 為什麼這些人不用送去中心睡14天呢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說 因為考慮到三大因素 第一就是當局經過風險評估以後 包括詢問過專家和審視兩地的情況以後 就認為湖北省的情況已經大幅緩和了 他們回家睡覺已經足夠了 而且一旦他走出街 一樣要接受刑責 但是你要查到才接受刑責 查不到那些負什麼刑責 我真的完全不相信 百分之百的入境者都會嚴守自律 在這十四天完全在家裡逗留 當然有些人在你的鎮鎮機響完以後 可能開了視像通話 看到他在家裡 或者拍了電子手帶的QR Code以後 他就轉背下街了 只不過現在那百多人被人斷正了 被熱心的市民舉報 你才去拘捕他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說中心的容量有限 而目前香港主要面臨歐美等地的輸入風險 當局必須抬善運用這些空位 讓這些輸入個案的緊密接觸者去住 第三個就是 這群湖北省的香港人 其實已經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小區封閉式管理 相信他們的風險是較低的 這樣也可以嗎 香港人真的要自求多福 好了 接著這位林鄭也很厲害 他就在自己的網誌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說抗疫兩月絕不鬆懈 當中有一段又在認屎認屁 又在這裡懶惰了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過去有十二日是零本地個案 這就反映整體市民有很高的防備意識 一直注意個人衛生和保持社交距離 這就來了 他說 而政府的防控措施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喂 你有什麼這麼多成效 完全就是落後於全球 你現在是 個案數字直線飆升 你還好意思走出來說政府的措施是有一定的成效 你查了面懵高嗎 林鄭 目前俄羅斯已經採取了一個辦法 就是宣布下個星期就是公眾假期 希望透過停工來減慢傳播 另外新加坡公佈了 下令全國的酒吧 戲院 劇場 卡拉OK等的娛樂場 所有即日起 暫停營業至下個月的30日 這個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是不是 新加坡 不是你香港 不好意思 林鄭 為什麼你不學一下新加坡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都這樣做 麻煩你仿效一下 那個林鄭財行會成員 一早就叫你關係遠 你不做 你經常不想上身任何事都 有高度自治的聖餘權力 你林鄭就有權不用 有四萬六千億的財政儲備加外匯儲備 你就有錢不用 反正你就是要消極不作為 人家新加坡也在做這些事 所有會議展覽加連華演唱會體育競技等多人聚集的活動 也都要改期或取消 而紐西蘭也都宣布了 所有非必要的商業活動要暫停 那你林鄭什麼時候去世界各國抄襲這些措施呢 不要只是公佈那些禁酒令才行 連你自己行會內部的人都反你 都不同意 一隻二隻就走出來 張宇人又說 哎呀這樣到很突然 有什麼突然 在行會內部沒有談過嗎 多餘你是行會成員 你飲食界的代表你在行會那裡沒有發言 那到突然還是你那天沒有開會 多餘的 你一是就走出來指證林鄭 說他這個禁酒令 根本沒有在行會那裡討論過 你會這樣做嗎 你不會 不會 就是你有份談出來的 所以飲食業界的老闆 在投票的時候一定要想清楚才好 不要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好了 接著再講一下這個行會成員林政才 他很喜歡向媒體來講話 他最近接受了一家媒體的訪問的時候提到 他就說 應該限制人群聚集在十人以下 至於會否嚴厲到五人以下 他認為要看是否切實可行 我就覺得 最好跟英國限制兩人以下聚會才行 總之你採取最嚴厲的措施 哪怕是14天也好 28天也好 你定一個限期出來 大家熬過了這段日子 就一天都光亮了 就不像你現在這樣 推出一時是一些的措施 一時是一些的措施 完全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沒有效的 這些折牙高息的措施 你林政才醫生更好笑 將條線定到那麼寬鬆 說要限制人群聚集在十人以下 那你不如別人閒了 本來就算太平盛勢的時候 也沒有多可約到十人以上出來 對吧? 限制十人以下聚會 你已經夠兩台麻雀再突出兩隻腳 有用嗎? 所以希望他們制定措施的時候 要有通盤的考慮 要果斷 要實際 要可行 不要一味為做而做 純粹為了塞住市民把口去做 沒有作用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